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三号现身MLB 旧金山智人的台湾之夜 在上万球迷面前站上投手球开球 而黄仁勋也直呼非常喜欢台湾日 不过如今AI霸主惹上麻烦 传出音设违反反垄断法 已收到美国司法部传票 导致三号股价跳水 中场崩跌百分之九点五三 如果加济盘后持续下挫的状况 市值已蒸发近三千亿美元 约台币九点六兆 等于少掉超维加英特尔的总和 而在七月三十一号 和回答正式签署协议 成为合作伙伴的 台湾制动化设备大厂广域 也持续关注 他身为AI的一个龙头厂商 我想所有的议题 我们一定都非常关注 短期回答的股价 面对到的是市场上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就长期来看 回答的基本面 应该都还是能够维持在一个 比较稳定成长的一个状态当中 而广运也在半导体展秀实力 社会AI之下 总经理也透露 2024年自动化订单 至少达60亿 创下新高 来看到这个半导体天车可不简单 它可以搬运装着IC晶片的载具 以指导回答的AI平台上面做实时整合 不仅更快更省时 准确性良率也更高 另一头半导体展大事论坛中 台积电日月光三星Google 首度四大天王同台 由日月光执行长吴田玉主持 带来AI晶片世纪对台掀起高潮 面对全球AI无极限的发展下 不同产业间如何加速半导体生态系的跨界合作 和建立新进和关系 都将成为未来主导产业应用 和激发AI潜在可能的关键 TVBS新闻李延志刘文轩 台北什么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